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让你穿这种衣服 真不要脸 他爱你什么 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当然了 你也需要 对不对 你看看你 哭什么 为了他 你连发过的事都不算数了 你还有脸不哭啊 这需要的力量可真大 我给脱了吧 脱 脱啊 陈锋让你穿这身衣服不就是为了让你脱吗 脱啊 脱啊 这衣服 把他扔了 也许你还会再捡回来 把他还给陈锋 这样你们又可以见面了 所幸 干脱把他捡了 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好吗 捡吧 你亲手剪断你和陈锋之间的回忆 好吗 小韩 还是动手剪断你连你发过的事都返回 你说过 如果你在见陈锋 我出门就让汽车撞死 你连我被汽车撞死都不在乎 我还怎么相信你呢 我还怎么相信你呢 捡 捡了我就相信你 放开 你太过分了 我过分 我过分 好 你不捡 你不捡 我捡 你不捡 你父母都回去了 一早的火车 难得来一次 没能好好招待 还闹得不愉快 您别往心里去 都是我不好 来 餐好了 吃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见了吧 你丈夫 本人当着面给打了 当着所有人的面 你乔姜是什么感觉 你最亲的朋友 给你介绍男人的闺中密友 打了你丈夫 你怎么又往那上面撤 我就没过去 乔伯伯的病 是因为你吗 总裁的位子是我的 为什么一定要当那个总裁 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们 为了你 封凯 我不需要 你不需要 那你需要什么 需要那个 我是说我们现在这样很好 平平安安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当了总裁才踏实 等乔道鸿醒了 他还得乖乖地让我当总裁 当了又能怎么样呢 我当了什么都好不了是吧 我怎么着都好不了是吧 就是因为我不能和你上床嘛 你先一个人 好好冷静一下吧 钟晓岸 以前我还给你留面子 现在既然大家把脸撕破了 那我就告诉你 以后不许你再和乔宇见面 除非你不再是我老了 ze Florian 让你就要滑 呲 黄 呲 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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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对了 跟老顾约好了 明天录 老顾是谁 音乐制作的人 给你讲关 上 你先录个小样给她听听 他们觉得合适没准就签了 喂 当歌星不是你的梦想吗 难道你想在这儿接着打工 那就唱那首 我觉得行 谢谢 顺带手 那要是人家不签我呢 不签你 那就留下来陪我呗 先唱唱 感觉感觉 怎么样 行 来 走着 去 行 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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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cted 不要紧 帅哥 一个人吧 喝酒不能问吗 陪你喝一杯吧 我写无能 失望吧 失望吧 让思想漫无边际 让歌声留在这里 看人群传流不息 从忙中到哪里去 让思想漫无边际 让歌声留在这里 看人群传流不息 从忙中到哪里去 方总 这是下季度的销售计划 下季度 今天几号 您别生气 听我跟你解释 本来我们大家都以为 你要去总公司 谁说我要去总公司 你也知道了 那就好 三个总裁人选的就职报告 都已经递上去了 局里的意见 好像倾向徐建博 有 其实咱们分公司也挺好的 何况您还接着 我叫他们来收拾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你把这个文件再打印一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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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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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乔总刚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你有事我可以 行 方总说等您回来让您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这个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全市生产总值 有两千年的 二百一十三点一二亿元 增加到二零零五年的 四百二十八点九二亿元 年均递增 百分之十三点六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好 比十五计划目标 三百五十九点一元 超过了六十九点八二亿元 财政总收入 有两千年的 二十点五十亿元 增加到 二零零五年的 三十九点 心情不错 你谁呀 方凯 我正忙着呢 想挂我电话 有话直说 不是三言两语的事 见面谈 我都说了 我今天真的很忙 再忙你也得见我 在哪 下午一点 在你们杂志社门口见 十六点四 县区证财政收入提前一年 实现翻番 小韩 电话 带我走了 再见 谢谢啊 不信 喂 怎么不接我手机啊 我去食堂吃饭了 忘带了 下班还是我接你 不回家 那我跟爸爸和小龙说一声 我已经给他们打电话了 咱们晚上不回家吃饭 好 再见 怎么了 小心 咱们门 藍 enhancing 修行 诃 咱们 ест 消 说吧 要是苏静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你住嘴 你丈夫和别人私通你会怎么想 小韩跟陈锋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撮合的 我们只是一块儿爬个山 我哪知道他们俩这真爱上了 乔玉 这一切都是你存心安排的 笑话 我安排什么呀 因为你恨我 好吧 我给你道歉 但这事我不是诚心的 怕了 我怕你什么呀 我有什么可怕你的 长脾气了 乔家大小姐 方凯我告诉你 你别太过分了 我们家对你够可以的了 是不错 那是我应得的 事情已经这样了 你要我怎么办 不怎么办 我只想请你帮个忙 我帮不上你什么忙 集团总裁的事 乔董得为我做主 不可能 我爸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以你的资历 资历年龄都不够对吧 所以才要请乔董帮忙 我爸一个人做不了主 他必须做主 你强人所难 谁让我和你们家关系好啊 这么多年知根知底 也算是老朋友了 就这话 只要想办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再见 我爸 找我呢吧 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这么多菜我帮你吧 洗干净手等着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有喜事 什么喜事 分房结果出来了 按照功龄和破案激功 我分了一三十一厅 一百四十多瓶 双尾特棒 我给你拿护星图去 别别别 先忙你的吧 房子下来了 你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你怎么不兴奋呢 兴奋 你先忙着 我进去换衣服 今天什么日子啊 今天尝尝菜 你做的 还是爸爸 一口就知道是我做的 有什么喜事吧 我上回跟你说的房子的事 我分了套不错的 好 那倒是喜事 小玉 半天不说话了 怎么了 房凯今天找我来了 我怎么跟你说的 支里包不住火 是小韩的事 小韩怎么了 都怪乔玉 凭人小韩介绍过男的 表儿就这么好上了 你说人家房凯能不起 发这么大伙 有你什么事 吃你 本来有可以说房子的事 没戏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陈锋和小韩会真的好着 你只突解恨了 万一你把他惹急了 你收拾得了吗 他指明了 要当集团的总裁 是 爸 该怎么办 现在只都问我怎么办了 看没戏 对不对 情况你都知道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行 你下去吧 苏静的房子 他说 我不是说了吧 随时办 你别生气呀 我一看你就来气 告诉苏静 房屋签我出 爸 下去吧 他还没吃呢吧 一会儿给他送上去 说了吗 说了吗 说了 爸不同意 上回不是同意了吗 你看这样好不好 咱们把房子先买下来慢慢准备 突然搬出去 我也有点不太放心 也行 爸说了 房子他出钱 坚决不用 先好 先几位 两位 对不起 谢谢 想吃什么 我去拿 你坐着 平常都是你张了 今儿个我为你服务 我不是 Jos 你充满 他在这么多 你充满 你坐着 你啊 他站好 完全没准备 咸子 他带你 快带你 您 我 kommt 这个 好 好 先生 你是不是坐错位子了 想和你聊聊 聊 聊 聊什么 我都不认识你 一个人 寂寞 喜欢她吗 先生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错的女人 我也喜欢 她最吸引你的是哪儿 鼻子 眼睛 她的眼睛的确是不错 很美 先生 我想请问一下 你是谁啊 我是她丈夫 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 我只想问问你对她的感受 我 我 我没感受 那 没老婆吧 惦记别人的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 你再这样 我叫饱了啊 顶瞧不上你这种男人 有病 有病 你说什么 我说你有病 你再说一点 不可疑 你 等急了吧 来 吃吧 放开 嗯 那个人 就是过来问时间的 啊 你跟人家说什么了 你跟人家说什么了 你要是再这样 我会怕你 你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你会把自己披风的 她手上有表 好 怎么了 突然有点伤感 怕 怕什么 我怕有天我们两个会分开 不会的 就怕你不要我 我是怕你不要我 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了 算不算干完了 咱们吃火锅去 明天 明天有可能的话 明天的工作安排 还有安排 八点半 我还没起 谁主意 你主意是不是 十一点半两点半 我还能六点半 都些什么呀 我现在是病人 你生病耽误了那么久 不赚钱 让我陪你喝西北风啊 那也不能什么都干嘛 你问过没有 靠不靠谱 不靠谱的事我不干 我告诉你 李先生要录月亮代表我的心 送女朋友的 刘女士要给儿子录考学的 张小姐她要给 好好好 月亮代表我的心都什么呀 全都不靠谱 老板 人家给的可都是钱 你能不那么庸俗吗 全都退了 老板 定金我都收了 我请的是助手 不是姑奶奶 我疼 那火锅还吃不吃了 当然要吃 不吃白不吃 下班来接我吗 接 怎么了 没事我问问 我走了 去吧 来 来 怎么了 这什么意思啊 你收拾这么干净 我东西都找不着了 那你想找什么呀 我的硬盘呢 咖啡杯 我腌呢 还附送打火机 腌灰缸 哎呀 行 真行 那我那本书呢 走近你 离开你 对 你 看了 对啊 太神奥了 看不懂 你去吧 你好 快请进 是公立工作室的 对 可要跟我们录好了 是个音乐学院教授听的 孩子考骑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 您放心吧 我们的技术绝对一流 嗯 你先别录了 你先冷静一下 你先冷静一下 你太紧张了 你放松点 阴准也不准 我们孩子 本来测量挺好的 怎么到你们这儿静 你能不插嘴吗 你没必要那么紧张 不是还考试吗 紧张怎么考 几点 十点四十 下一波 十一点半 请拿个烟 小弟弟 别紧张啊 这一遍呢你跟着紧张 你唱一句你唱一句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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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大能唱 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她 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她 感觉好了一点没有 嗯还行 那这样这边呢 你小时候跟着姐姐一起唱 好你们两个一起唱啊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 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她 多么娇嫩的花 多愁伤感的人啊 当花儿枯萎的时候 当画面定格的时候 多么娇嫩的花 却躲不过风吹雨打 那份线开满鲜花 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 我们在这边有点 对我说 我要去这儿吧 şarkovik EVP 想回来了 有点美好 有点美好 好 好 让我调整个月很开心 一位 不还要? 我先给你了 我说。 好 你好 月亮代表你的心 是 走着 喂 你到哪了翻卡 我有点事 你自己先回去吧 哦 那你回家吃饭吗 啊 我不回去睡了 好吧 那我自己先回去了 你开车小心一点 好的 你一直在笑 人家唱歌的时候 就看你憋不住你再笑 不过他唱得太高兆 你哥们确实 确实太够了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还特身体还特酸 告诉我告诉我 这样的效应那么好 能够吃点好吃的吗 你才赚几个钱啊 干嘛那么奢侈 节省点 你知道吗 就像咱们今天这么干活 才能赚大钱 像你以前那样 都跟你喝西北风了 给你发奖金 我才不想多了你那几个钱呢 怎么能不要呢 必须要 赚钱大家分 你这样下去啊 我还离不开你了 脸红了 别脸红了 你快吃饭吧 你快吃饭啦 你宽衣服 有力配ín 没有什么 有力配咱们 你还要得到 你快吃饭啦 不可他 你快吃饭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么快就忙完了 吃了吗 没有 忙完就好了 在一个雾雪的毒雨里 偶然走来了你 你默默坐在我身边 傍晚才离去 你披在我肩上的秋面雨 带着你的清晰 看寒风中你远去 歌声伴随你 想看了 走 你谈的是谁 走近你 就走近痛苦 一看你 就远离幸福 那篇小说里的话 我看到结局了 什么时候来的 下午你没来 我就自己逛商场去了 我看到这些领带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你喜欢吗 还行 我找找镜子去 等会儿没弄好呢 还不错 看看 杜苏 喜欢 喜欢 杜苏 杜苏 过铺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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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卡 你在干嘛 这是你的窝 这是你的窝 这是你的手 这也是你的手 这照片哪来的 陈凤给你拍的 不愧是搞艺术的 拍得真好看 文卡 这到底怎么回事 是陈凤 你看 这是你的脖子 这是你的手 还有你的胸 这就是他对你感兴趣的地方 这照片哪来的 你包里 我的包里 方凯 你别胡思乱想 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问我 这话应该我问你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出去 方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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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开门 又方凯 方凯 方凯 有什么话你出来说行吗 你别这样 方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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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话你出来说行不行 你别这样 方凯 又怎么了 爸 方凯 方凯 你出来 方凯 你出来 方凯 这儿 镜子上拍一虫子 我一拍啊 把镜子拍碎了 赶紧上这药水 不用上 我很好 挺好的 从没有过得好 爸 您出去了 去吧去吧 放开 上 上点药吧 来 行了 我来帮你帮 你轻一点 哎呀 行了 爸说 应该来医院看看 我自己会去医院 对了 那套照片 我留下了 陈锋那儿不还有底片吗 你替我谢谢他 前锋拍的 不是的 不是的 那这些照片哪来的 可能是图书馆的那个人 谁 有一个读者 他经常跑到我们图书馆来偷拍 被抓住过的 小萌 你能不能相信我 是在图书馆 是偷拍 真的不是陈锋 真的不是 你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啊 他经常来图书馆的 那我们去找他 谢谢你小萌 我不光是为你 如果真的是你说的那个人拍的 那他在害我哥 你是在害这个家 可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啊 等 你们干什么去 你别管了 我们召唤人去 爸 我们先走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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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算了吧 我看他今天不会来了 是没这个人吧 真的有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 今天等不到啊 我明天再来 我等他一个月 那好吧 他来了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 订单 这么多 不会吧 喂 你好 对 我们是尘封录音室 您可以放心 我们的设备是国内一流的 对对对 录音室也是一流的 您约哪天 好 知道了 到时候我们见 谢谢 听见没 又来订单了 我上哪儿找一个这么勤快的长工 马路上 合着我找一老板 不乐意 乐意 特别乐意 我先就一长工了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就当牛做马给你伺候着 老板 老板 您总不能害我吧 知道就好 客户马上来了 知道了 画了 碰我吃吧 看了吗 看了吗 喜欢吗 你 这些照片是你拍的 不是我 你还说不是 你还想来 这 真不是我呀 你要再也不承认 就把你送到公安局 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好歹呢 上次就没有为难你 你怎么越来越过分了 怎么 哥 你现在来扫的图书馆一趟 什么事 你来就知道了 快点我等你啊 我在开会呢 我抓到人了 什么 小范 我出去一下 你们继续开会 好 好 看你挺面熟的 不是第一次被我们抓住啊 胆够大的 还敢 小韩 你没事吧 这位是 这位是我先生的妹妹 哦 这回多亏你了 对这种人啊 就得这样 该 哎 报警了吗 报了 报个课马上就到 小姑娘够猛的啊 小猫 你下午是不是还有课 要不然你先回去吧 等哥来了 等哥来了把事说清楚就回去 嫂子你先去忙吧 你给你哥打电话了 当然给打了 你不让他亲眼看看 他怎么能信 哥 妈妈 小孩 出什么事了 今天我和嫂子联手抓了一个坏人 什么乱七八糟的 到底怎么回事 呢 就是这个变态 拍的那些照片 今天我特地跟嫂子一起来 果然被我抓住了 你不信问问他 哎 哥 你别走啊 哥 哥 你听我说呀 哥 你怎么了 是东小涵叫你来的 我自己来的 你帮他圆化 你们一起合伙骗我 是不是 哥你说什么呢 你这小小脸太丰富了吧 别人我也就无所谓了 你都骗我 你怎么会觉得我在骗你呢 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 算了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 你也太小心眼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小心眼 这我明摆这的事吗 你还一神一鬼 你就等会儿 一会儿保卫住人来了 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没兴趣 哥 你不能走 杀手 你不能走 哥 你杀手 你就是俩变态啊 走走走 你才变态 里边 您在里边 好对不起 又是你这小子啊 你不嫌烦的 我都嫌烦 走走走 好了 没事了 大家干嘛干嘛 都看见了吧 我在外面等你 你自己进去跟嫂子说去 你自己进去跟嫂子说去 嗯 终于 fog 来 小孩 咱们谈谈好了 咱俩谈谈 我在上班呢 今天早上是我太冲动了 我向你道歉 你不愿意跟我说话 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吧 就这么点事你都不原谅 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事情弄清楚就行了 弄清楚的事多了 我还原谅你了呢 你委屈了 我没有 我已经向你道歉了 我请你说原谅我 你心里有火 我现在说这个没有意义 你说不说 我一定听你说原谅我才走 你说不说 方恺 你干吗呀你 快起来呀 就在单位别人看见怎么办呢 你说你说原谅我 要不然我就一直跪着不起来 我才不怕别人看你 谢谢 好 我原谅你了 我真的原谅你了 起来吧 来 你是在敷衍我 其实你心里 特讨厌我特恨我 是不是小孩 我没有 我是真心的 真的我怎么会恨你呢 起来 小孩 是因为我自己看他 他让我自己是对呀 我最后不该怀疑你 你是一个好奇 老爸 我发生的好奇 怕有一天离根一个男人跑了 我怕我没有你 我该怎么办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是我爱你 我知道 我不会的 我不会的 起来啊 放开 小孩 你打我吧 只要你不生气了 你就打我 你打我 我生气了 我不会的 你不打 我打 放开 放开你干嘛呀你 那你原谅我 你说你原谅我 我原谅你 我原谅你 只要你再怀疑我 我以后都不会离开你 真的 好吗 起来好吗 好 起来啊 乖 你说你原谅 我原谅你 我原谅你了 原谅你起来啊 快 快 起来 快快快 起来 小孩 前几天 爸爸跟我说过 让咱们重新开始 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从今天起 我再不提以前的事了 咱们重新开始 我是你的丈夫 你是我的妻子 爸 孙儿 挺好的 来个过两天啊 再过来录一次 好吗 好 好 好 坐啊 再见 再见 我淹几了 还有啊 这是最后一个了 对了 七点钟还有俩 还有啊 你太狠了吧你 你赚钱还嫌累啊 真没见过你这样 这不才五点半吗 给你一个小时够了吧 你以前就是 太自由散漫了 所以业务量上不去 我错了行吗 别再说了好吗 对了 你看那下的那些盘 然后呢 有些没写名字的 你听听 什么歌你给它写上去 放心 这个什么呀 我还不说 某两点酒 火不消 山风一吹 咱们吃饭去吧 这是什么呀 没什么 瞎路了 走 纪粹在前面走 有什么可听的呀 那怎么那么好奇 原来不这样 我跟平时一样 不一样的是你 我们不是搭档吗 搭档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 这是我第一次 见董小孩的时候 就是生日 对不起 没事 你很想的是不是 没有 这有什么的 你喜欢的就大声说出来 你怕什么 吃饭了 欢迎光临苏靖桥域 未来温馨的暗场 瞧吧你臭美的 这是厨房 对 过道有点窄 要用床过道干嘛呀 我老婆魔鬼身材 不用太宽的过道 厨房 对 还不错 看起来挺宽敞的 这没装修完呢 装修完呢比这还宽敞 这是主卧吧 对 我就觉得吧 房间少了一点 要不说房间干嘛 就咱俩人 抬得不见低头见 可是如果我看 你看烦了该怎么办呀 什么都是地儿嘛 什么卧室啦 书房啦 厕所你能带 讨厌 终于有自己家了 感觉 敢做梦的事 做梦啊 嗯 疼吗 醒了吗 疼吗 疼吗 别疼我 一会儿的 一会儿的 那疼吗 好好好 不乱乱 来 来说点正事 什么时候 怎么搬进来啊 着什么急啊 这不什么都没弄呢嘛 你这样整个弄好了 怎么得有半年时间 到时候再说吧 这话你说的啊 一装就好 立马搬进来 先想装修的事吧 你总得给我爸 一个接受的过程 嘖 怎么总拿你爸在这说事呢 没准你爸巴不得我 早点搬出来 你说我挺大一老爷们儿 整天蹭着岳父房子 说了去多让人笑话呀 你要是因为你爸着想啊 趁早上就再算了 我爸对你挺好的 应该别白眼狼啊 我没白眼狼啊 我对你爸也挺好的 只不过表达方式不一样 爸爸 不过说到你爸 我总觉得你们两个 关系好像有点怪 他一手半袋大没错 亲应该亲 可除了亲之外 总好像总有点 什么东西说不出来似的 还有什么呀 你职业病又犯了是不是 在家待两天就待得难受 开始分析自己的老婆了 没没没没 我哪敢啊 不过 你说是不是你妈妈的缘故 一般少年时期家庭变故 对小孩子来说得有很大的心理影响 跟音乐 我是恨我妈 她背叛了我爸抛弃了我 是她把这个家毁了的 我恨她很正常 我没什么心理影响 你别老拿警察这套来对付我好不好 她是把这家给毁了 充气量是个出轨 你应该很出轨的女人啊 按这种理论分析的话 你干嘛把陈峰跟 董小韩还往一边说操伙 哎呀你烦不烦呀 咱们说得好好的干嘛说到小韩她们真上去了 真没气 不烦不烦 谁啊 那我老婆不顺眼 修理 那好 那我看方凯就不顺眼 你也修理她 行啊 你爸看我不顺眼呢 这不都个人自由啊 那 你看我顺不顺眼 你也修理她 我老婆 怎么看得出来 那不就结了吗 只要有你 其他什么事 好了 今天工作完了 收工 你回去吧 我再待会儿吧 那我回屋了 走的时候别忘了锁门 好嘞 只要和你在一起 我就很开心 和你在一起 我也很开心 好啊你 我好不好跟你没关系 那爸妈怎么样 好吗 都好着呢 放心吧 你跟姐夫也好吧 能有什么不好的 听说怎么那么不高兴 姐夫欺负你了 瞎猜什么呢你 以后就跟爸妈瞎说 懂什么 那有什么不明白的 不就那么点事吗 你说的 秦桥 对了 姐 我告诉你 今年年底我就结婚了 结婚 你才多大呀你 你就结婚 你有能力复当一个家吗 你就甭管了 我这什么都准备好了 等到过年的时候呢 你跟姐夫回来就行了 你现在连房子都还没有了 怎么娶媳妇 你们才认识多久啊 你应该多了解一下 谁啊 小润 什么事 过年非要着急结婚 他在多大呀 我跟他说 你等会儿啊 姐夫跟你说 小润 准备结婚了 好事 需要什么我们帮助的 尽管说 姐夫帮你 也没什么事 就是为了房子事发愁 我跟爸商量了一下 咱们家房子就这么大 然后把里家腾开 哎呀 腾什么呀 就那么大点地 买个新房子吧 缺多少钱 告诉我 姐夫借给你 行了 跟我就别客气了 就这么着了 小润 你让妈接个电话 妈 挺好的 我跟小涵都挺好 对了 您跟爸爸什么时候 过来住两天啊 小涵特想你们 还有 我上次啊 从国外回来 带了很多东西给您 跟我就别客气了 啊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到时候我去接您 行 那挂了啊 哎 再见 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结婚是好事 再说了 他是你弟弟 我对他好 那不就等于对你好吗 我知道 可是他 行了 啊 睡觉吧 睡觉 你让别者 这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喂 喂 你在哪呢 我下午有点事 放我半天假吧 我告诉你 现在人都到了 怎么安排 以前没我的时候 你不也照样录了吗 我把安排都写在文件夹里了 你按照顺序 一个一个往下录 客户都已经确认好了 你赶紧回来啊 就这样 怎么回事 录录录一定录 真不好意思 安排不太好 我先问问啊 哪位姓许 许小彤 就是西北汉子 我 我就是西北汉子 改特了吗 您是第一个 咱们先上去 大家再等一会儿 他马上就录完 好吗 不好意思啊 请不吝点赞 大风从这里刮过 不管是东北风 还是西北 停 停 停 中了 没有 你先出来了 好好的 咋就不录的呢 不是 不是那个机器有点坏了 然后接着录不了 你先下去吧 真麻烦 你跟他约个时间 对哪天再给我来录 不是我那图书卡 你给我搁 对哪天再给我来酒 对哪天再给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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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地方 对哪天再给我来 对哪 wit 对哪 我都在哪里 对哪儿 对哪儿 对哪有点 对哪里 对它们 不好意思啊 机器坏了 咱们改天再录 我给你打电话 好吗 都回吧 啊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你都搞什么事啊 不好意思啊 什么玩意啊 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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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跟你们说啊 你下次再录不好的话 你下次要吞醒我了 太不像话了 今次 不好意思啊 人物都红走了 劳烦以后不要往录音棚 招这种不散不色的事啊 是个人就能吼两桑 谁又招你了 我图书卡呢 在我这呢 你要那玩意干嘛呀你啊 你不会找同样还去了吧 答对了 看你那么难受 我总不能不管你吧 你千万别乱来啊 你在那儿等我 听见没有 我要借本书 情人 对不起 这张卡扩期了 不能结束了 爱情 会不会过期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 能让瞬间迸发的爱情 持久的方法 请问可以查哪本书 没有这种方法 瞬间迸发的 不应该是爱情 是冲动 那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有些人的冲动 会迟迟不散呢 为了一时的冲动 而要长期忍受 漫长的煎熬和痛苦 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傻 没有人希望他那么做 是 是他自己犯傻 痛苦 折磨 都是他自己找的 可是 他很快乐 因为他说 他已经付出了自己 全部的真情 难过的同时 他感觉到很满足 是他让你来说这些话的吗 没有 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 这是他心里深处的秘密 他珍藏着 不轻易跟别人分享 可是你知道了 我知道 那是我一点一滴 感觉到的 你很熟悉他 我们在一起工作 我这也感觉不到 你怎么会说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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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 你不是来结束的 你不想知道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相信 他会照顾好自己的 那你呢 你过得好吗 我很好 希望这是你的真心话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可以不回答 如果 你们是在你结婚之前认识的 结局会不会不同 没有如果 我们 会回了 明白了 书我不借了 谢谢 谢谢 你还真来了 上车 都录了吗 一个没录 怎么了 你主意怎么那么大 谁让你到这儿来的 谁让你动我东西的 不是 你以为你是谁 你想干嘛 你说你到底想干嘛 在录音棚的事是工作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觉得你有权利干涉我的事吗 我警告你 这是最后一次 你下的再做主张的话 你马上跟我走人 把卡给我 没有这种方法 瞬间崩发的 不应该是爱情 是冲突 我已经把买房的钱 给小任汇过去了 对了 你父母说 下礼拜他们要过来 小任一定高兴死了 他跟我说了 以后他一定好好工作 攒钱会还给你的 还什么呀 一家人还这么客气 中午萌萌约了我逛街 他过来了 我不跟你说了 好好好 走吧 萌萌 不必了吧 不巧啊 你中午不是约了别人了吗 没有啊 你还在装 我都看见了 那个星辰呢 就在楼下等着呢 不可能 董小涵 你别气人太甚了 你当我哥是什么 你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你真让我恶心 什么 什么 你赶cas要等着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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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啊 我就知道你今晚要往回家了是吧 我真想早点回去 没办法 有任务 嗯 那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给你做宵夜吃 不用 我回去 怎么也得半夜吧 这样 你先把被子盖好了 啊 窗户也关好 行了行了行了 别磨叽了 上车吧 那你忙去吧 清一下 有人 拜拜 你说这老夫老妻子了 怎么还这么起腻啊 不耽误维护社会治安 我这还促进安定团结呢 哥 戏过了啊 听着话 有点冷 你还别这么说 你小子 遭有这么一天 没有 啊 骗我 回来吧 也不带钥匙 小韩 快进来 是我亲眼看见的 你还不信 非得多小汉 把陈锋带家来 放你眼前才信呢 是不是 也难怪 这段时间我都信他了 就你眼见 什么都是你发现的 都是你看见的 你就会骂我 你心里明明知道 是怎么回事 从一开始你就知道 你就自己骗自己吧 行了 别说了 烦我 就算我什么都没看见 多小像他也一样偷人 从古到京 说实话的就唠不着好 我走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他们家人这是怎么了 这么一点事没完没了的 过不去了是怎么着 我不敢回家 我觉得这事 我肯定又说不清楚 陈锋怎么会在图书馆门口呢 陈锋他为什么就不能去图书馆 明明就是他们家人想太多 好好的一家人 都怪我 我 我这最见不得你就窝囊样了 方凯队有什么了不起的 咱们干嘛要怕他呀 我去给他打个电话 就说你今天晚上在我这住了 反正苏建也不在 咱俩好好聊聊 乔玉 乔玉你别打 方凯阳知道我不回去 说他更要怀疑我了 通了 喂 方凯 你也太过分了 你这么大一男人一身一鬼的 还让不让人活呀 小韩今天晚上在我这住了 你是谁呀 装什么呀 乔玉 乔玉呀 你是董小韩的朋友对不对 没错 作为董小韩的朋友 一个贴心的朋友 看着董小韩生活安稳 就给他介绍了一个陈锋 把我们搅得鸡犬不宁 闹到这不甜蜜 你还帮助他替他撑腰 你是非要把我们拆散了 才算踏实 对吧 我看从一开始 你就是这个居心 是说什么 你有病 我有病 我是有病 乔玉 我要郑重地告诉你 我要和你算账了 这可是你一步一步招惹我的 没话了 没话就挂了吧 对了 董小韩愿意在你那睡 就在你那睡 他完全可以不用回家 还有 别忘了 替我向他道一声晚安 再见 方凯 乔玉 乔玉 豁出去了 不理他 不行 我还是得回家 他这种人就是蹬鼻子上脸 你越不搭理他 他越拿你当回事 我想回家跟他解释解释 说不定 我能跟他说清楚的 你要说清楚什么 你犯哪条了 不管怎么样 跟你说说 心里好多了 你这个人呢 就是心肠太好 这边也放不下 那边也放不下 我放不下什么了 陈锋和方凯 这两头你放下哪头了 好好了 我也不逼你了 走不走 我送你